秘城縣政總諮詢 現在請各位同仁 繼續提出諮詢 好 林義祥議員請發言 主席 縣長 秘書長 各列席單位主管 本會同仁大家午安 本期第一個問題想請教 就是有關地震事務的主任 有關於土地的問題 主席 請財治 是不是請地震事務的主任到貝巡台 一直到外面去請 來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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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安 剛剛因為有向今來議會呈請 有關土地問題 就是北綱喬子段417號 417之1第號 這個部分 這個 向今提出申請 地震事務是把它撥回 撥回的原因是 因為它是岩壁 而且高低落差大 顯然是無法耕種 你們是根據這個理由把它撥回 能不能說明一下原因 謝謝我們林議員的一個指教 這個案子 我初步的了解 它應該是 大概前幾年去 就是我們地震事務所的承辦人員 到現地去現刊的時候 因為都是雜草重生 而且它那個地勢又比較高 所以說經過這幾年的時間 然後又沒有說 再回去再去看一下 然後再去看一下 地勢高就一定是不能耕種 你看那個 他們也提供了個圖片 它裡面到現在都可以種果樹 都可以種果樹 然後重點是它裡面還有水井 表示它水源部分沒問題 所以你撥回這個原因 實在是無法構成 據我了解 它現在已經提起這個宿院 宿院 對 它已經提起行政救濟的一個程序 那到時候如果說 如果說蘇院委員會認為說 那個地方確實是有耕種的一個可能的話 那麼我們到時候 把那個原處分把它撤銷掉 我們地震事務所就會依照 蘇院委員會的這個決定 來重新來做這個審查 那蘇院委員會是 趙經人是秘書長嗎 主任委員是秘書長 秘書長是嗎 主任你請坐 主席財政請秘書長說明一下 好 請秘書長做說明 現在這個案子是不是贏到那個宿院委員會 我目前還沒有 它那個是企劃式的法制裡面的作業 我們還沒開宿院會 目前還沒有開 還沒有開是吧 對 我還沒看到這個案子 剛剛那個這個原因 第一次是駁回的原因 有可能 因為根據我以往 根據我以往辦理宿院案件的一個經驗 如果說 我們通常都會在 請就是說請 那個會做限定 做限定會堪 限定會堪 如果說他有跟作之事實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撤銷員處分 好 謝謝 我希望這個案子 希望秘書長能夠列入 我們深入了解一下 來 了解 好不好 對 好 盡快幫他處理嘛 好 好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拖那麼久了 好 謝謝秘書長答覆 好 請坐 第二 各位我想請教縣長 縣長在政見 競選政見的 第七條裡面 提到有關於那個 是要提升馬酒公司營運效能 興建現代化廠房 延聘專業經營管理人員 提高行銷功能以及保障員工權益 這個部分我想現場也積極在做 也一直在責成董事長 尤其針對這個南岡擴廠計劃的部分 也非常積極地要求他們來做 那目前 現場了解 這個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還有他那個規劃 那個計劃案的部分 相關的內容 現場有沒有看過 請主席財子 請現場做說明 好 請現場做說明 謝謝 李議員關心我們酒廠的問題 那酒廠因為它是一個 幾十年的老舊的廠房 那它建物上當然是太老舊了 那其次我想到就是 要提升我們酒廠在市場上競爭力 它必須要有現代化的廠房 增加生產的產能 才會在市場上可以競爭 所以說我們一方面 就是加強酒廠的這方面管理 是不是希望能夠提升這個出酒率 另外一方面我們希望說積極的籌備 能夠擴建新的廠房 就是希望提高那個產能 那目前董事長就是在積極的規劃之中 那我們也預定了一個產品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現場這個計劃相關的資料你看過沒有 這個酒廠提供給我們的 初步的規劃我有看到 這個有看到 你認為可不可行 目前就是因為這個廠房的 我有請另外一個同仁幫我再看一下 因為這方面我希望多聽一點別人的意見 那初步的看完因為經費將近七億多 那我們必須慎重的考量 但是我是覺得擴建廠房是必要的 那怎麼樣最妥視 就是最近我們也開召集一個會議 在聽聽大家的意見 因為怎麼樣做是經濟最符合我們效益的 那目前現場剛剛也說也看過這個計劃 那您認為說可不可行 就你現在的看法 你的態度是什麼樣子 我是覺得朝這方面去做 但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方向是正確的 要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剛現場說七億多實際上就是八億的 因為只差六百萬就八億了 要花八億的預算 這個部分 我想裡面施工的項目大概總共有六項 我想這個六項的內容大概是 第一項是PCM管理費和建造費是 三千三百二十一萬多元 第二項是系統的 同胞工程工程費用是 七億三千三百八十六萬多元 第三項是工程管理費是七百三三萬 第四項是公共藝術設置費是七百三十三萬 第五項是外廣線費用是一千萬 這個當然污水下水道的部分也含在裡面 第六項是空污費是兩百二十萬 這個部分 我想裡面的金額是七億九千三百九十五萬 所以差不多等於只差六百萬就八億了 那目前這個經費 如果說按照現場想法說 我們要朝這個方向來做的話 這個經費的部分要怎麼籌措 還有另外還有這個 你現在地點是在那個 已經確定是在國內商港部分 這個地務變更了沒有 因為現在是國內商港是屬於港部區 用地嘛對不對 地點變更了沒有 原則上這個部分 還有金費的部分你怎麼籌措 這個部分就是公務局 建設局還有財政局 正在協助處理之中 那經費的做法就是 糾纏那邊就是有一個計畫 我們希望說這個規劃 大家覺得可行以後 一方面希望說能夠爭取 中央的一些經費補助 如果說爭取的效益不如預期的話 也不排除 希望說爭取離島基金來融資 或者說請離島基金來投資 朝這方面去做 那目前國發會的主委 等一下你機會只有這兩個方向嗎 還有國發會 對國發會目前 因為這個是你本身地區的 那個事業單位 中央會願意補助給你嗎 可能性最大就是離島建設基金 那天我本身也問過秘書長 我們現在目前離島建設基金 一年大概是兩億多 給我們馬祖地區來講 如果按照這個計畫的經費 要八億的話 等於說我們這三年 這三年到四年 我們其他建設都不要有了 這個部分一定是額外的 那離島基金就是有兩種方式 你就是從離島建設基金裡面來提列出來 這是額外的 額外的 這是額外的 就一種是我們跟他融資 一種請他來投資 離島建設基金它是由 商限市來使用 共同使用 它是補助款的部分 但是融資的部分就是另外的經費 也並不在他這個預算之內 所以說另外如果說離島基金來投資 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那離島基金就是 所以說我們正在朝這個方向來做 另外就是希望在經濟部方面 在輔導地方產業 我們是不是在看看 可以不可以爭取到一些補助經費 目前正在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既然有這種說法 本系這邊也樂觀期程 經費的部分 那本系這邊再進一步了解 就是說 因為這個規劃報告裡面 這個酒廠提供的 他說現在年產量是40萬公升 你覺得40萬公升是多還是少 這個量 如果未來這個廠完成以後 如果說是40萬公升 我不會覺得它很多 因為我們目前南崗廠的產量 大概是在20萬左右 南崗廠現在年產量是20萬左右嗎 對 20幾萬 對 20幾萬 這個資料現在是誰提供給你的 是董事長這邊 就是平常我在問他說給我的資訊 給我的資訊 現在你知道那個酒廠的工作報告裡面 今年這個1到9月份 南崗廠的產量大概可以到多少 你知道嗎 這個部分 我目前 我不知道這個目前1到9月份 對 1到9月份 酒廠給我們的數字是 是那個乾撈部分 它可以生產到12萬多公斤 是 濕撈部分可以達到34萬多公斤 等於說換句話說你1到9月份 可以差不多加起來可以 那個殘酒量大概到46萬多公斤 如果再加最後一季算起來 可能會一年會超過60萬 如果按照比例來算的話 我們 一年的年產量可能會到60萬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乾撈的 多一盤產的部分大概可以 可以產量到20萬公斤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想乾撈 私刀的量我們可以快速的增加 那本席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你花8億 然後年產量只有40萬公斤 40萬是指乾撈 你全部加起來的量 就這麼多 不包含私撈 私撈我們要產100萬 就是看市場的 可以產100萬或者100多萬 可是你的數字提出來 就是40萬公斤而已 主要是乾撈 因為可能我們是以乾撈為主要的 這講的40萬主要是乾撈 沒有包含私撈 私撈的話我們是有辦法快速的生產 就是看市場 私撈的量就是可以增加 對可以增加 如果說以這個產生 我們產生80萬 100萬是沒有問題的 對 我們剛剛講的40萬主要是乾撈的部分 那現在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符合這個經濟效益 現在有沒有評估過 因為這方面 就是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評估一定是符合經濟效益的 那就馬祖酒廠未來的發展說 要讓馬祖酒廠有競爭力 我是覺得這是一定要走的路 不然我們馬祖酒廠可能會被淘汰 或者這是面對像這樣老舊的廠房 跟市場的競爭力 如果說我們想提升馬祖酒廠的產能 提升它的競爭力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走的路 只是說在這過程中 我們做怎麼樣的決定 要蓋多少量的廠房 我們必須要慎重的評估 希望能夠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 這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不然說面對這樣子的廠 我是很擔心未來我們酒廠 是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當然本期剛剛一直想說 翻向絕對是正確的 但是縣長這個規劃期 從動工到完工的話 大概要三年的時間 就是說到107年的11月份才完工 等於說縣長你本屆的任期 剛好滿了以後 這個才完工 至於說完工以後 產量的狀況怎麼樣 後續的狀況你根本掌握不到 除非縣長你要拼連任 那保證一定要連任 才能夠延續你的這個計畫 是 那你現在投資那麼多 看不到效應的時候 現場這一屆任期都隱瞞了 是 你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是 我想做這樣子的決定 就是並沒有考慮到 本身連任不連任的問題 主要是對酒廠 對馬祖的一個利益跟反向 但是你這一屆現場的任內 你當然必須要有你的政績 這個就是你政績的項目之一 是 是不是 你當然要考慮到 是 所以說本身是認為說 因為其他議員也有關心這個案子 是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 要那個 有這麼大規模的這個計畫 一定要花八億的預算 甚至可以比方說 花一億兩億 蓋生產線在那邊 是 因為你現在主要是生產線的問題 生產線就是 那個量沒有那麼大 你量越大 當然你的利潤會越好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酒廠必須考量到它的 產量銷售跟儲存 這三個要一起考量 沒有錯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酒廠蓋新產的目的就是 就是產量的部分 著重於產量 還有就是要評估市場的消 還有一個儲酒 因為儲酒對應 你現在酒銷售的狀況都不好 你看像今年 今年我們現在酒 現在也應該也看過相關的資料 今年我們這個酒廠 這個酒的消耗量 這個銷售量根本都是在下降 是 這個部分就是 我也一直跟董事長講 今年就是大家可以接受 因為剛剛接就是以穩定為主 但是明年我們希望說 希望有比較更好的成績 在市場上能夠打開我們的品牌 所以明年我們希望說要盡力的衝刺 其實我對酒廠也有這樣子的要求 那我是覺得說 以我們目前酒廠的狀況 以及馬西匯會後 這個整個就是酒市場的一個氛圍 那以及我們酒的品質 長期以來給消費者的信心 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酒廠是充滿潛力 可以提升它競爭力 所以說為了這個酒廠的永續經營 以及馬祖地方的發展 我們必須要朝這個方向去 有完這個部分 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想跟縣長討論那麼多時間 那我是希望說 朝這個方向來的努力是沒有錯 但是本期是認為還是要審慎評估 是不是一定要花那麼八億的預算 去擴這個場 這個還是要慎重來考慮 這個部分我們會審慎的評估 那另外一個問題我想請教縣長 就是說縣長之前也答覆說 因為現在馬西匯以後 這個老酒部分也非常燦銷 那現在目前這個老酒 現在是不是已經在量產了 是 目前已經在灌磚之中 過一段時間就可以 大概 這次大概長了多少量 詳細的數字 我想酒廠這邊會做一個規劃 那我現在對酒廠的要求就是說 這次馬西匯以後我們老酒應該是非常的珍貴的 市場的需求是很高 我希望說能夠有計劃能夠穩定 就是限量的供應 不要讓市場上能夠斷貨 至少我們酒就是持續會有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積極的就是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酒的這個來源能夠穩定 我們可以穩定限量的供應 但是不能夠讓它變成沒有酒 那現在這個老酒現在已經在 酒廠已經在批售了嗎 還沒有 在灌磚之中 大概預定什麼時候 應該12月份會批售 12月什麼時候 這個要看酒廠那邊計劃 那酒廠原先的價格是 大概一瓶是多少錢 你現在是以瓶磚為主嗎 瓶瓶的就是 瓶瓶還是瓶瓶為主 我還是希望酒廠的除了瓶瓶的 特別對於這個瓶瓶的一定要積極 因為事實上這個瓶瓶的是更有價值 我希望說瓶瓶的也要做 除了瓶瓶的也要做瓶瓶的 那瓶瓶的是因為要定制 定做這個瓶子的關係可能會比較慢 時間比較慢 那你這個瓶瓶部分這個瓶子都有嗎 瓶子都有 那你預定說12月份要出 大概多少打的酒 現在還不知道嗎 我想一定會出 但是一定會限量 因為市場上我是希望說 我們的酒不能夠沒有 那你現在價格的部分 大概一瓶賣多少錢 如果是瓶瓶的部分 原則上價格應該是不會異動 但是為了穩定市場 原先是多少錢 原定的我不太確定 如果說我如果記得沒有錯 平常一瓶應該是一百九 好像是一百九 現在市場上已經賣到一瓶三百塊錢 是 可能還沒有 這令得很好啊 對 可能甚至於如果說你酒場這個酒 還沒有出來 可能甚至還會再繼續飆漲 有可能 所以一個月之內還會繼續飆漲 所以說酒場那邊 也會訂定這個配售的一個機制 就穩定市場的次序 就是老酒跟那個陳高一起配售嗎 或許會朝這個 給店家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或許會這樣子做 來穩定市場的次序 也希望說長期跟我們酒場 就是一起努力的經銷商 能夠很公平的這個分配到他 我希望老酒部分能夠掌握這個時機 這個銷售的時機 這麼好的時機 希望為酒場多賺一點錢 是的 謝謝 第三點我想請教縣長 就是有關於那個 823自衛隊員衛助金的部分 我想這個 我們今年很感謝縣長的得證 也感謝民政局行政效率 能夠在中秋節前夕 把衛助金的部分都發給每一位年產者 我想今年的中秋節年產者 一定都是過得非常開心的 那原先國防部是2萬6 那我們地方政府是又變了預算 1萬4總共加起來是4萬塊錢 每個人可以領到 是 北京這邊想請教縣長就是說 我們明年823自衛隊員衛助金的部分 是不是繼續發放 是 請說明一下 是 非常謝謝林議員關心 823衛助金的這件事情 也謝謝就是議會給我們支持 我們在最佳預算之中 能夠順利的通過 那今年我們在823之前 也都把4萬塊的費用 就是發給30億年次以前的長者 就謝謝他們過去 特別在戰地任務期間 為地方 為捍衛台灣海峽 為了馬祖的安全 他們所付出的辛苦跟奴隸 那這個政策我想未來 我們一定會繼續朝這個方向 持續的做下去 那明年的預算 我們已經也編列了 也希望說各位議員能夠支持 讓順利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能夠順利通過 那每年我們還是會在 每年的中秋節前 會把這個費用 撥給地區的這些長者 明年這個 我們編了大概兩千萬 是的 一個是在民政局的議政 業務向下是一千萬 是 然後另外公益財源基金是一千萬 是兩千萬 是不是 因為大概要超過兩千萬才夠 是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 現在已經示範出最大商議 表示說明年 還有可能繼續發放 是 一定會繼續發放 一定會繼續發放 確定 那國防部那邊的經費沒問題嗎 國防部那邊的經費沒問題 已經沒問題 明年的 沒問題嗎 確定 我所得到的訊息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 我們這個聯償者相信 他聽到這個消息 一定會非常開心 謝謝縣長 要謝謝議員的支持 謝謝議員的支持 那另外 我再請教縣長 因為很多相信反應 就是說我們現在目前 南剛到馬尾的寒線 縣長那天也非常堅定的說 這個寒線不會終止嗎 是 是不是 那今年的十月十六號 縣長也跟我們同仁一起到大陸拜會 那現在你坐那個床 你感覺怎麼樣 就是來回以後 你那一趟 這趟來回 我是覺得說 馬尾的寒城真的是太久了 太久了 時間太久了 你也覺得太久了 比較辛苦一點 對 我們那天大概做了多久時間 來回大概做了多久時間 應該都將近兩個小時 對 都將近兩個小時 你說這樣下去 我們有沒有競爭力 其實真的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床 已經很老舊了 已經大概 從小床中開養到現在 一直使用到現在已經十五年了 然後它那個床還不是新床對不對 埋的時候就是中古床 再加了十五年以後 你看這個床它還有沒有動力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現在目前 這個敏江口內 它對岸是有限制有限速的 時速只能在十五海里以內 因為它主要是怕 對對方的小床來床 因為風浪大 怕影響到它對方的安全 但是我們那天 我們從頭到尾 來回根本看不到幾艘床 那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造成我們這麼多旅客在上面 大概最少要玩二十分鐘 光敏江口裡面大概就少二十分鐘 這個床本身又老舊了 然後裡面又限速 這個部分也沒辦法改進 像比方說 我們自己部分能夠處理的部分 就是這兩艘床 還不能只能管一半 因為還有一艘是對岸的床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可不可以 建立一個獎勵投資的辦法 看怎麼樣讓它改上 因為你這個船難道 叫它一直 如果這個航線沒有中止 對不對 你就讓這個船一直跑 跑到什麼時候 跑它不能動為止 這個我們是非常感到非常憂心 是不是再過二十年三十年 這個船還在繼續跑 怎麼樣 用什麼辦法能夠讓它換新床 是 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是 跟林議員報告 的確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我們對馬尾這個航線 就是我們未來會朝兩個方向去 努力跟改善 就是第一個方向就是說 我們之前有想說 舊台馬輪留下來 就是園域一年半 現在可能到一年半 或者到兩年半之間 舊台馬輪去哪里那天有打負責 是三年 不排除到三年 對這個就是說 我們會注意整個情勢的演變 那我們主要是希望說 能夠迎進民間的資金 能夠加入這條航線 就是東引跟台灣 那時候我們也希望說 這艘新的船 可以開闢馬尾的航線 因為它跑東引 你說的是台馬之心 不是 福島民間加入這條 是現有的台馬輪是不是 不是 就是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台馬輪未來一定會被淘汰 不管是兩年三年一定會被淘汰 那我們希望有一艘 我們希望有一艘 新的船能夠加入 來取代台馬輪 那未來它主要的任務 還是在東引跟福澳之間 必要求去支援台灣 但是它如果說只是平常在跑東引跟南干之間 它應該有時間它可以跑南干福澳到馬尾之間 這是我們的構想 以後這艘船可能可以做300人 它的速度可能是25節或者30節或者25節 這是民間方面的投資嗎 這是民間 我們希望 那現在表示有跟他們接觸過了 對 是不是 表示有譜了嘛 你才會這樣講嘛 對 我們是有這樣子的福島 就一起來努力 那第二個方向就是 我們希望說 那個船大概多大 不好意思 我們希望福島的這艘船 希望說能夠在2000噸上下 2000噸左右 2000噸上下 我想它的舒適性跟速度 都能夠符合未來20年30年的一個需求跟競爭力 這是第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方向就是馬尾自貿區已經掛牌了 那爛旗自貿區目前正在積極開發之中 我們也期待爛旗自貿區的發展 對於整個馬尾自貿區整個環境開發 以及跟馬族的關係會更加的緊密 那爛旗自貿區的碼頭現在是還沒有開始興建 目前所瞭解他們馬尾區政府是有計劃就興建爛旗馬頭 爛旗馬頭行建如果一年半可以完成 它對於縮短爛旗就是馬尾跟馬族的航線 時間大概預估只要40分鐘就可以達成 而且可能預期可以引進高速的一個快輪 在爛旗的一個碼頭 這也是我們希望積極密切就是馬尾區政府 那每次我們去馬尾之後也會關切這樣子的議題 希望說讓其自貿區的開發 對整個小商店的注意跟擴大也會有正確的 大陸泯江裡面的限速能不能跟對岸能夠建議 泯江的限速其實我們在開會的時候都有提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幾次的建議跟反應是沒有效果的 那這個部分就也是沒有辦法操之在我 他們基於他們航安的要求他們目前是沒有答應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跟福州市政府建立一個盧馬這個平台 盧馬這個就意見交流平台 那每半年會開一次會 那各個部門必要的時候也有相關的部門會對應 最近這個座檔會是今年是年底以前會開嗎 這次我們開的是16號 16號這次去福州的時候有跟寒冬副市長 就召起這次的會議 我們也提到這個限速的問題 他目前的回應是說 以目前他們的政策還沒有辦法就是做調整 我希望這個部分能夠繼續努力好不好 努力來爭取 好 謝謝現在請坐 謝謝 好 陳議員請發言